与你挑着一只小针 动订阅的小伙伴们 你们好呀 我是小鱼子 在短视频平台上的评论区里啊 大家讨论的最激烈的话题 就是哪个网红更厉害些 各个粉丝兼口舌之争之后 往往都是不欢而散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鹿眼大神于珊珊和财女小三金 在唱同一首歌的时候 到底是孰强孰弱吧 你没有打火机 却能点亮我的心 爱的烈火燃烧了空气 却不经意加快呼吸 你没有打火机 却能点亮我的心 看那微微火光照亮的 我的影子都说爱你 两个人演唱的风格截然不同 擅长的领域也是不太一样 暂且呢算是各有千秋吧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几种不同风格的歌曲里 他们的表现 就先从清新可爱的歌曲 Melody和小城夏天开始吧 来抓我呀笨蛋 1 2 3天空间到处放晴 你对我嘀喃的情话很动听 快抓我笨蛋 1 2 3天空间到处放晴 你对我嘀喃的情话很动听 关心的亲吻算不算钟情 满天言语 橘黄色的热火吞没在海边前 夜色慢慢散开都出星光点点 我读着耳机中最的音乐 从等你下课到手写的从前 清新可爱的风格 于珊珊也曾说过自己并不擅长 而这恰巧又是小三斤擅长的风格之一 后面我们来看看同时演唱孤独颂歌 他们两个又是什么样的表现吧 你别再问了 想要答案就去看看吧 那些孤独的人啊 夜晚是否还回家 那些灵魂早已无处安放 流浪到天涯 你别再问了 想要答案就去看看吧 那些孤独的人啊 夜晚是否还回家 那些灵魂早已无处安放 流浪到天涯 那些无声的回答 眼泪与平平落下 谁能陪我安慰 抚平双倍 就在我头发 证明一切都是在骗我 看今天你怎么说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还可以观看其他影片 我们下期视频见吧